大帝曾说过 它不仅是俄罗斯最好的坦克 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参加过实战 有着不错的表现 它就是T90M突破 不得不说猫哥是真的猫 当别人还在测试普通武器的时候 猫哥把重武器都已经玩腻了 这次干脆搞来了俄罗斯最先进的T90M T90M是T90A主战坦克的升级版 使用新型的热成像瞄准系统 新型爆炸反应装甲 新型的多燃料发动机 抛弃了老旧的铸造炮塔 使用了新型的焊接炮塔 主武器是一门125毫米滑糖炮 装甲也有大升级 换装了化石重型爆炸反应装甲 炮塔周围和发动机附近 还安装了金属炼网和格炸装甲 主要用于防RPG这种单兵反坦克武器 还有一套T14同款的阿富汗史主动防御系统 可以在15到20米的距离内 有效拦截来袭的各类反坦克导弹火箭弹 强大的火控系统配合数字弹道计算机 可以自行瞄准敌方目标开火 T90M还使用了P间伪装网 可以让红外制导导弹的命中率降低60% 说了这么多 一起来看看T90M开火的震撼场面吧 T90M开火 单看火炮的威力感觉不出 坦克最关键要看战场的表现能力 相比其他国家的主战坦克 T90M的产量虽说不大 但也活跃在俄乌前线 战绩也很不错 不过对于现代战争来说 坦克的作用已经没那么大了 而且坦克的对手绝对不是对方的坦克 而是各种坦克武器 你觉得呢 其实在刚刚刚下的坦克服이� sinc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